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耶和华又使我看见大祭司约书亚 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控告他 耶和华对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斥责你 那拣选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斥责你 这个人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那时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的面前 使者吩咐那些势力在他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看啊 我已经除去了你的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礼服 我说 你们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又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那时 耶和华的使者正在旁边站着 耶和华的使者劝诫约书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吩咐 你就必治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院子 我必赐你特权 可以在这些势力在我面前的使者中间自由出入 大祭司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众同伴都要听 他们都是预表将来歧视的人 我必使我的仆人 就是大卫的苗翼出生 看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在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看啊 我要亲自雕琢这石头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在一日之内 我要除去这地的罪孽 到那日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个人要邀请自己的临舍来 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 我像你一样 不有花果树下